2月3日 苹果证实本季iPhone供应好转红海沾光 作者 Ada 影片开始前 请先按赞 分享 留言及追踪 从农历长假后 每天都有不同外资群卖上万张的股票 近一周下来外资群卖超了红海88342张 红海股价还上涨1.5元 现在外资群持股的水位来到2019年8月时的最低水位 之前就是卖到这后开始连续5个月合计买超红海100万张 通常外资群很敢卖 在追的时候也很敢追 毕竟他们用的不是自己的钱 而散户卖了后 只要看到股价高于自己之前买的 就不会再追进来了 这也是为啥散户总是会赔钱的原因 今天苹果库克说这一季供应链的情况已经好转 其实我们自己去判断中国选择与病毒共存 再加上12月份红海营收有比11月成长双位数 我们就已经知道供应链回稳了 影片最后一段来看一下一般讨论区网友的错误 如果大家在听这位网友说自己的情况 你脑中就知道他犯了哪一些错 代表你已经有一点股市程度了 如果你听完了后 对这位网友犯了什么错都还不知道 我个人建议你把之前我的文章多看几遍 毕竟熟能生巧 我也是透过无数的重复正确的事才会变得这么厉害 文章主题内容如下 一 外资群在一场必输的帐上做无谓的挣扎 二 苹果证实本季iPhone供应好转红海沾光 三 从一般讨论区菜鸟身上学股市经验 今天台股上涨7点 成交量2372亿 指数收在15602点 外资群买超台股115亿 今年以来外资群已经买回2451亿 期货多单来到9327口 美元来到29.68元 这一周台股上涨669点 外资群买超1195亿 农历过完后 外资群火力全开的在买超台股 台币的涨势也表现得异常凶猛 现在指数在外资群持续买超下 表现得就很强势 一买一卖成交易 去年10月底时台股下跌到12629点时 很多散户都下到六神无主 但对于中长线投资的我们来说 我敢说 应该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出局 听清楚了 不会有任何一个人出局 这时有人说 他自己因为自我心里面不健全出局 或是害怕下跌 想之后再低价买回 所以他出局了 当你在说这样的话时 你要问一下自己 你这样的行为有符合我一直和你说的策略吗 我说什么来着 你要把投资股票当成经营公司一样 你就是长期的持有 公司会持续的赚钱 虽然市场会因为短线交易者产生股价波动 但那些都是虚幻的 当初跌下去你没有卖 那指数下跌及上涨都不关你的事 这时有人说 红海现在的股价比去年10月底10低 其实公司股价是市场投资者决定的 红海负责持续赚钱 确实红海有尽到自己的责任了 也就是每一年赚资产的10% 最近红海股价下跌 都是因为市场上的人 这一波很明显就是外资群 他们在那耍猴戏 他们卖了股票后 害怕红海股价上涨 所以就持续的见价卖出红海股票 这和红海流动有半毛钱关系吗 应该没有对吧 红海钱都赚到放在尽职了 结果市场不相信 宁愿去相信什么元宇宙的宏达电 什么生计股 什么投机股 这就是市场的问题了 不过这些是影响不了红海的价值 我的投资理论很简单 单单以目前的情况来说 你投资红海100%是稳赢的 外资群现在做的任何事 都是徒劳的 我相信大部分的人在股市中投资 很少可以遇到目前这种情况 通常好的公司很难在竞值以下让你买到 尤其是一家有竞争力 能长期获利的 以大盘竞值比两倍来看 大部分会赚钱的公司 股价竞值比平均是两倍左右 如果股价竞值比也是两倍的话 那股价波动的幅度就会比较大 例如竞值100元 股价200元 这时你在200元买到的话 一年赚10元 有10年的获利被拿走 当股价从200元跌到190元 180元 170元 这时你的底气就没有这么充足 毕竟净值100元 之前大力光净值1046元 股价大概跌到1600元左右就不会再跌了 大力光一年能赚200元左右 大概获利被拿走三年 那时我就说过 大力光也没啥好下跌的 只需要三年就能化解风险 以目前鸿海的情况 外资群直接就是送你一年的获利 重点是 鸿海一年还是能持续的再赚资产的百分之十 这两者叠加起来 报酬率就会变得很惊人 这也是为啥外资群一直在我们眼中就是小丑 他们怎么卖 在我们眼中就是个傻瓜 外资群其实没有别的招式了 这就是你占据绝对有力位置的情况 有一些人会傻到说要卖鸿海 为了几毛 几元的差价 我只能说现在你持有 你绝对是无敌的 有一些人觉得短线靠的是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及心理面 可能会有几元的差价 但你要了解一件事 现在做多鸿海的话你是稳赢 如果你空手或放空 你短线输或赢都有可能 但时间只要一拉长 空手及做空鸿海的人必死无疑 如果连这个都不懂 那你在基本面及产业面的知识就太嫩了 每一天都会有一家外资群卖一万多张 外资群及主力应该是发觉我们在追踪筹码 故意来这一套 大家看一下想要鸿海股价下跌或不涨 就是要靠这么大的卖超筹码才能压制下来 外资群或主力算是倾尽全力了 不过在这一场战争中外资群或主力是必败无疑的 短线我不敢说 但中长线下来 他们铁定是要跪下来的 原理很简单 因为鸿海是一间能持续稳定赚钱的公司 只要这一点出来 鸿海股价又在净值以下百分之十 大罗神仙来也得让到外资群之所以 这一场仗是必败无疑 外资群自己选择了对自己这么不利的情况在硬干 这也活该他们一直在撞墙 来看一下主力券商今天进出情况 今天买超第一名的是台湾汇利 买了2905张 第二名的是康和 买了1622张 第三名的是台湾摩根 买了1558张 买第四名的是摩根大通 买了769张 第五名是元大 买了665张 卖第一名的美商高盛 卖了12644张 卖第二名的是美龄 卖了5058张 卖第三名的是瑞士信贷 卖了2059张 卖第四名是富邦 卖了872张 卖第五名的是港商野村 卖了781张 今天外资群卖超鸿海 17707张 投信卖超1108张 自营商买263张 三大法人卖超18551张 这一周外资群买了台股1195亿 卖超了鸿海88342张 在外资群强烈的卖超下 鸿海这一周上涨1.5元 现在外资群只有鸿海的水位 就是来到2019年8月时的低点了 上次外资群就是卖到这个水位后 在接下来五个月买超100万张鸿海 一买一卖成交易 卖出去的筹码是未来的买盘 如果外资群强烈的卖超鸿海下 鸿海股价还不会跌 这就较底部情况 也称为铁板区 我个人觉得很有趣 一些散户会看清自己 觉得散户只要买了后 这样就叫筹码面不利 未来股价会大跌 但判断公司的价值应该是 透过基本面及产业面 而不会是筹码面 技术面 消息面及心理面 现在外资群也许是 彼此看到卖超了很多股票 所以觉得筹码面偏空 但大家不要忘了一件事 2022年时 外资群累计卖超台股1.2兆 那时也是所有的外资群 发狂的大卖 结果今年也才一个月又 两天就买回了2451亿 台股指数上涨了10% 如果筹码面不利 就是会走空 那为什么在外资群 大卖1.2兆后 台股反弹了10%左右 所以一买一卖成交易 之前卖的筹码 就是未来的潜在买盘 绝对不需要怀疑这件事 一般外资群敢今天卖 明天买 这一季卖 下一季买 今年卖 下一年买 但散户卖出后 就是一直等 看到股价一直涨 他就不敢买 等到受不了 终于去追了 就遇到上涨后修正 外资群使用的钱 不是自己的 反正一些傻蛋 散户很有钱 一直觉得买ETF 买基金好棒 就是把钱给那些半吊子 再浪费罢了 前一阵子美元保单 我会建议解掉 这一阵子 我建议连台币保单也解一解 现在受险公司铁了心 不会升宣告利率 把保护通通都当傻瓜 不论一年期定存利率怎么升 受险公司不升就是不升 当很多保护都去解约 他们才会知道痛 这些受险公司也是把你的钱拿去买股票 重点是还会买一些奇怪的股票 你买了保单后 业务员要先抽奖金 券商也要抽 把钱拿去投资股票 又要请基金经理人 一头牛包好几层皮 你买一次性缴费的保单 三年满财保本 四年满财和定存差不多 满五到六年财比定存好一点点 只要为满三年解约你都会赔钱 我是不懂买这种保单要干嘛 之前看一下受险公司持有股票 里面有好的也有烂的 反正就是混在一起 自己拿钱来投资没有这么困难 拿来买进满三年红海 你就很难再出现什么差价损失 满四年 你绝对可以屌打所有的理财商品 新闻说 受汇率 供应链限制及总经环境等三大因素的冲击下 苹果上级财报表现暗淡 iPhone和Mac等硬体营收也都下滑 且不如预期 不过 苹果执行涨库克指出 去年11月初到12月的多数时候 iPhone都受到供应链干扰 但现在生产已经回到必要的水准 目前本季多数产品的供应情况都不错 有利相关代工厂红海后市营运 苹果上级受大陆疫情供应链限制影响 导致iPhone营收年减8.17%至657.8亿美元 是2020年第三季以来首建 上级Mac营收年减28.66%到77.4亿美元 低于市场预估 上级可穿戴装置 家居和配件事业营收年减8.2%到134.8亿美元 至于PAC表现亮眼 上级营收年增29.66%至94亿美元 超过预期的78亿美元 供应链问题改善代工厂将受益展望 本季苹果预估本季营收表现将与上级类似 暗示也可能下滑5% 为在个别产品线上表现各有不同 苹果预期iPhone表现将加速 暗示销售降幅将比上级缩小 虽然供应链问题改善 但消费者仍可能在去年底买不到新款手机后 直接等待下一款新机上市 Mac和iPad营收则预估将年减二位数百分比 iPad是因为比较机器偏高与总体经济逆风 本季Mac销售可能减少至少百分之十 但减幅可能比上季缩小 以个别装置代工业务来看 鸿海 核硕组装iPhone 人宝 鸿海操刀iPad 广达与鸿海 皆有经手Mac代工业务 鸿海生产恢复正常营运展望 符合外界预期 鸿海董事长刘洋伟先前指出 鸿海在大陆的其他地方都正常 至于郑州厂区 这次大陆疫情爆发后 郑州厂区很快就挺过了 比我们想象中快 没有造成很大影响 他表示 先前发生郑州事件之后 随着大陆在这一波疫情开放 反而对郑州厂区有很大帮助 因为之前很多员工染疫 现在反而可以立刻投入生产 经过这段时间 大陆的生产已经恢复正常 展望今年第一季 鸿海指出 去年12月 郑州厂区生产营运 基本上已恢复正常 预估今年第一季营运展望将与外界预期大致相当 外资预估 由于季节性淡季因素 鸿海本季业绩将季减25%至30% 展望本季 人保预期应通膨因素 加上美国升息 预估PC出货将季减个位数 2023年整体PC衰退几率大 今年下半年有机会比上半年好 A大回答 苹果说第一季供应链情况转好 其实这个根本就不需要苹果出来说 之前我就和大家说过了 之前中国动态清零 再加上COVID恒线19的传播率超级强 所以鸿海在防疫有一点守不住 那时中国距离白纸运动就仅差半个月到一个月之间了 连鸿海这么强大的公司都会在防疫上有一点力不从心 就知道整个确诊的趋势有多明显 这就造成了2022年11月鸿海营收大幅的衰退 在12月初时 因为白纸运动 中国政府就顺势的开放与病毒共存 一开始我们就知道前两三个月会有一点混乱 结果鸿海12月的营收就已经较11月份有双位数的成长了 从这里就看得出来鸿海在中国运营回到相对正常的水位 这就是我们透过观察COVID恒线19 中国政策及鸿海12月营收得到的结果 我们根本不用等到今天听到苹果说供应链情况好转 我们早就透过我们的观察能得到结论 那外资群估鸿海第一季营收会计减25%到30% 有人会觉得外资群这样估很神吗 其实一点也不 去年第四季鸿海营收19570亿 如果计减25%到30%的话 今年第一季营收就会落在13699到14677亿 2022年第一季鸿海营收14076亿 之前刘董就说第一季和去年同期约略持平 外资群估计减25%到30% 等于就是说今年第一季营收红海会从衰退3%到增加4%之间 之前我们就知道刘董的约略持平就是说正负3% 所以外资群单纯就是把刘董的话换一种方式说 大家不用觉得他们很专业 我个人是觉得他们这样估算是嫩了 按刘董的个性 约略持平应该就是会为增 所以不用估13699到14677亿之间 应该就是要估14076亿往上的5% 这样应该就会比较准 今天是3号了 再过两三天鸿海就会开1月营收 今年农历过年在1月 所以工作日比较少 和去年农历在2月是不能比的 要比较客观的比较的话 应该就是要看1月及2月的总和 毕竟去年农历长假在2月 今年在1月 今年2月的营收一定会比去年好的 这很正常 还有一点 为什么我认为红海营收应该会年增 道理很好懂 红海每年净值会多5% 理论上营收也是要增5% 才能维持每年10%的资产增加 去年净值100元 一年赚10元 明年净值105元 一年就要赚10.5元 想要达成这样的目标 一来是把营收提高 二来是把毛利率 盈利率提高 我个人觉得净值越高 拿相对的净值去创造营收 这会是比较正常的事 原月防疫双险在理赔220亿元 产险业净值衰退 六成创14年新低 迈入2023年 据金管会一日发布统计 12家产险业 原月防疫双险在理赔220.52亿元 理赔件数为53.5万件 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 昨天宣布已决定自2月7日起调整0加7 不再强制隔离5加m 这项调整将让确诊数字大幅下滑 减少防疫保单的亏损 防疫险让产险业去年产生巨幅 亏损1905亿元 创下60年来最惨 同时净值剩下614亿元 较前一年大减6成之多 并创下金融海啸后 近14年来新低记录 产险业去年一整年亏损严重 据金管会统计 2022年1月1日到12月31日止 12加防疫保单理赔超过410万件 理赔金额于1693亿元 疫苗险理赔件数101万件以上 理赔金额423.3亿元 总计双险理赔金额达到2116.4亿元 今年元月确诊人数并没有减少 春节后人数又出现回温 据金管会统计数字 元月在增加防疫保险理赔 共438,155件 理赔金额为180.92亿元 此外疫苗险保单则理赔9707件 理赔金额为39.6亿元 合计防疫双险总理赔金额仍有 220.52亿元之多 增资方面 金管会表示 目前已有6家产险完成增资 共985亿元 另外2家核准但仍在进行中 此融通借款核准5家申请案 此外金管会今日也公布整体产险业税前亏损1905亿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2131亿元或百分支付942.9 创下60年以来最惨成绩 并让整体保险业从赚钱变成赔钱 去年亏损186亿元 较去年同期减少4297亿元或百分支付104.5 从净值的角度 产险业业主权益2022年底剩下614亿元 较2021年的1608亿减少994亿元 衰退幅度高达61.8% A大回答 之前我就说过 金融股的防疫保单还没有解决 一般投资者不怕归不怕 但金融业还是会持续的赔防疫保单 这些金融业为了补防疫保单这个坑 他们会选择举债 不然就是增资 还有一个就是获利大减 今年可以配出的股息就会大减 防疫保单算是少数保护能赚到保险公司的特例 当初受险公司被政府忽然的开放与病毒共存给因了 等于是另类的纾困 全部的金融业发了2000到3000亿出来 这一次政府超收各亿2000亿 说要发现金给一般人 说了老半天还在拖 近一年以来 金融业已经帮政府做了一个大大的纾困 这些金融业都是在增资 卖股 卖资产筹钱去赔房疫保单 一方面也是从那些金融存股足口袋拿钱来纾困 一般不论是意外险 年金险 瘦险 癌症险 医疗险等 这些通通都是对保险公司有利 毕竟他们已经精算过了 这些业务也行之有年了 所以有一些人想要透过保单去投资 最终你就会像个傻子一样把钱都浪费在保险公司身上 他们和你签的约都是厚厚一本 以防止不备之需 大部分去买保险的人 我敢说 九成九的人不会去把所有的条款看清楚 哪怕是业务销售员 就算你愿意花时间把所有的条款都看一遍 我相信很多条款你也不懂背后的意思是什么 白话文来说就是 反正你保了险 就是按那些规定来走 你想要从那些成熟的规则中赚走保险公司的钱 我只能说这是痴人说梦话 现在很多投资者都不会再怕防疫保单了 大概会从接下来获利及股息 这些股东及持有者才会感受到一些痛 一般讨论区网友说 过年前卖股满手现金该怎么处理比较好呢 过年前想说连假十天不确定性太高 而且满手套牢刚好有从股底弹起来到愿意停损的心理点位 就砍了一堆股票变现只留二到三成持股 过年看状况 结果这个礼拜股市一路狂飙 我完全不敢进场 今晚美股也是继续喷 明天台股大概又爆喷 现在看着大家赚相对剥夺感非常严重 请问明天进场的话还来得急赚一点菜尾吗 会不会又一次变成买在剥断糕点的韭菜 大家有什么建议吗 一般讨论区网友回答 所以这是到了停损点位就卖的策略 减少亏损 做股票不要那么换的换失好吗 一定期定额0050或006 208 安心睡觉吃饭 二做股票不要换的换失 依据心理学 无论停损或停利 当我们卖出股票都希望之后股票是下跌的 因为这样能让心理畅快一点 但是如果又反弹上去 就会垂心肝少赚比大赔还难过 一旦有这种心态 做股票就越来越容易赔钱 越来越会落入韭菜的命运 所以建议心态健康一点 基本上有赚就赢很多人了 很多是赔很多没跟你说的 A大回答 这就是散户常犯的错误 而且一口气还包含好几个 第一个错误是长假前会想要卖一趟 把股票当一个数字 被市场口诀洗脑现金未亡 入带未安 长假恐国际有变 第二个错误是买进后小赚马上卖 赔钱报永远 只要股价再涨回到自己买的点附近 然后就卖了买进股票就是为了要解套 第三个错误就是自我心里面不健全 看到股价上涨难过 下跌也生气 散户常常把股票当成一个数字 觉得涨上来他要卖 最好他卖了股价要跌 我就一句话 短线中你的对手是人 别人也是想要赚钱 如果对手是主力或外资群 他们买到股票就会拉抬 卖了股票就会灌杀 而你每天就是在那用意志力或抱怨 想要股价上涨或下跌 真的就是太天真了 第四个错误就是看到股价上涨时 就开始产生贪婪或怕买不到的心理 以上行为都是一般散户会常办的错误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也是很简单 单纯就是把股票当成一家公司 你在放农历长假时 我相信你不会到人资那离职 也不会过年前你有一间店 过年前要先卖掉 然后过完年后再买回来 现实生活中你不会干的事 你在股市中自然也不该干 如果你想要价值型投资 感觉就像是你种了一棵树下去 你不可能每一分每一秒的去盯着它长大 没只要你种在对的地方 方法正确 你就种下去 然后放着自然树就会一天一天的长大 如果你种下去后 每一分每一秒都在那盯着 动不动就把它拔起来看生长情况 我想那棵树应该是生长不起来吧 因为被你过度的关心给搞死了 你没有给树生长的空间 假设你想要当全职交易者的话 那就是投机 这时你就要接受涨及叠都是可能的 也要知道胜败乃兵家常事 这种感觉就像是古代籍一次大战 打的时候有输有赢 最后谁赢的比较多 谁就是王者 而不会是打战从头到尾都没有输 在不同的事件上 你要有不同的心态 我会教你投资及投机的知识 在这里我们是实践长线价值型投资 投机的知识是附带送你的 因为了解投资及投机的不同 了解投机者常犯的错误 这有助健全自我心里面 你才不会觉得别人投机发大财 可以赚好多 赚好快 当你了解投机的人 大部分的人都是输家 仅有少数的赢家 你就不会对投机抱着太大的幻想 有一些人自我心里面不健全 常常就在那说自己持有的股票涨跌好慢 结果去投机 当股价涨跌很快时 你又在那涨跌都内心细一堆 涨的时候觉得买太少 赚不多 跌下去时觉得卖太晚 赔太多 唯有自我心里面健全时 而且你也了解所有面向的股市知识时 你才可以去投机 对我来说 投机对个人的能力要求很严厉 不是阿猫阿狗都能当成功投机者的 网友说 A大精辟的分析 我才惊觉原来我之前买保险是多么愚蠢 今天我把保单解约全部压红海 目前也有二十几张 虽然不多 但有钱就投入 没钱就报 真的很安心 前年刚进入股市真的赚很多钱 那时还没追踪A大 朋友玩台指期很好赚 带我一起玩结果赚的钱全部赔光 还好及时打住 后来追踪A大 每天期待您的文章 您的分析很有道理 我也如实奉行 现在股市涨跌跟我没关系 每天也睡得很香 想起以前真是很笨 感谢再感谢 A大回答 一开始受险公司会用很高的宣告利率来唬弄你 说宣告利率有1.9% 比定存好很多 结果解约费率如下 这一张还算是好一点的 有的满一年解约会被扣10% 这一张满一年才被扣5% 满两年会被扣4% 满三年要被扣3% 宣告利率1.9% 也仅是参考 受险公司开始降 他就降 降的时候说央行利率调降了 所以机动利率要跟着降 当央行升息时 他就说金管会盯上他们了 所以不能升宣告利率 我个人是觉得金管会天真了 那些受险公司每年光赚一些解约的费用就保了 金管会还担心受险公司无法创造出比定存更高的利率 那为什么持有保单位满三年还会赔呢 如果已宣告利率1.9% 三年不是有5.7% 扣掉3%为约金 那不是还赚2.7%吗 保险公司会给你加一些利率 最终你去解约时 一定和你自己算的不太一样 一定都是会更低一些 最终你就是冒着钱被锁三年 四年的风险 然后去拿到和定存差不多的报酬 所以买这种保单的真的就是愚蠢 不过正常人一生中被骗各一百万元都是正常的 正所谓不经一事 不偿一致 不要以为受险公司是做善事的 你很难在精算中赢他们 如果你想和他们在纳灰 他们就会拿出一本厚厚的合约书 说你当初都有签 都有同意 我个人的经验来说 你就是把保险归保险 投资及理财归投资及理财 把这一些分开 才不会把钱给受险公司锁了三到四年 结果才赚到和定存差不多的报酬 那些受险公司拿着你的钱去买股票 买商办 赚到盆满钵满 等于是你把钱借他们 他们拿去炒高房地产 炒股票 就仅给你和定存差不多的报酬率 文章出自A大个人股市观察记录部落格篇 来第一排 游滚区的观众朋友 拿出你的热情 红海三百三百红海 三百红海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 红海三百